導演在發掘我的潛力 因為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就一直問說 好像知道男生都在打 都在訓練 我就請經理公司問說 我們都不用訓練嗎 然後導演在那邊回來就說 不用不用 然後等到我到了 就是要進組了之後 開始拍攝的時候 第一天導演就說 你來現場訓練一下吧 我們想說 那就是見識訓練 應該就是幾天熟悉一下 結果訓練完之後 導演他沒有帶我到現場 就到那個斷橋上面 然後導演就非常輕鬆 一拍走過來就這樣 欸 藍芯英好久不見啊 那個 你待會啊 這邊大概三四層樓高吧 他就拿了一個那個 紅色的那個棒子在那裏 紅色的棒子 就是那個 紅色筆 就是那個紅色的 對對對 那個像 他說你看那顆石頭看到了嗎 你呢 到時候拍攝的時候 就從這邊 爬爬爬爬到那邊 然後就個人再回來 好輕鬆喔 然後他就說 就這樣子喔 你就練習一下吧 找時間練習一下吧 然後你就走了 這個我覺得導演說的沒錯喔 因為通常來說 給大家就是新鮮跟刺激 而且再來救人 哪需要練習 救人是需要 第一時間的 第一個反應 就是要去救人 就是一個憧憬對不對 對啊 你見義有為這件事情 一定會讓很多的朋友 可以感受到 就是見義有為的藍芯英 在裡面不單單是 你知道這個心思整密 而且 還是伸手矯健 所以你後來從那個 導演站在那邊 跟這樣畫畫畫那個點 你爬下去 有讓你覺得很害怕嗎 因為我看你的肢體好靈活 你渣得好開 我練了很多天 但是後來 就是因為 我就說 當你看我的潛力 然後跑一跑就覺得 真的還挺好玩的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練習 所以以後就迷上了 慢跑之後迷上了攀岩 對 還說不要練太熟 這樣你會看起來就是 太專業 還說從這一根攀到這一根 還會這樣盪過去 然後把小孩救起來 救人專業 真的都好了 對啊 然後就變得太傷了 這樣就不行了 好